接著我們來分享一下這四款螢幕的顏色部分 就是螢幕面板的部分 這四款螢幕全部都是8bit的顏色 接著我們來分享一下這四款螢幕面板的部分 它們全部都是8bit的螢幕 它們的對比度也全部都一樣 全部都是1000比1的對比度 亮度的部分 Fior World是500nit Desk View兩台都是800nit 接著我們來分享一下這四台螢幕面板的部分 那面板全部都是8bit的螢幕 然後對比度全部都是1000比1的對比度 亮度的部分 Fior World是500nit Desk View兩台全部都是800nit 然後接著我就 接著我有測試一下這四款螢幕顏色準確的部分 那一樣我們在角色 顏色 然後我有把這四款螢幕全部都放到我們的色度儀上面 然後我們還有 然後我就把 然後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四款螢幕顏色色彩空間的涵蓋部分 接著我們來分享一下這四款螢幕的 接著我們來分享一下這四款螢幕的色彩空間涵蓋部分 那一樣我們在 測試之前我們都有預熱一個小時 然後用預設的亮度 就是Fior World跟Godox 預設亮度是80% Desk View出場就是給我100% 那我們就用100%去測 那我們就直接把 那我就直接把這些我已經測出來的數值就列在螢幕上給大家看 那比較意外的是 那我們就把這些測出來的數值就直接列在螢幕上給大家看 就是 那我們就把我們測出來的數值就直接列在螢幕上給大家看 那我們把我們測出來的數值就直接列在螢幕上給大家看 那比較特別的是那個Fior World這四款螢幕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測出來的數值就放在螢幕上給大家看 你們自己看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測出來的數值就直接放在螢幕上給大家看 你們自己可以看 那比較特別的是Fior World的HDR 的模式 它有HDR的709 然後有P3跟 另外一個是什麼 那我們就把我們所有測試 那我們就把我們測試的數值就給他列在螢幕上 你們自己看 那比較特別的我要說就是Fior World Fior World它有一個HDR模式 就是有 DCI-P P3啦 P3的色彩空間 T3109